這個是正常的 他們就是 演習的範圍之一 我倒是要談一下侯友宜 各位看這個照片 昨天晚上 美國十天昨天晚上 侯友宜跟紐約市長亞當斯 簡短巧遇 我必須要講 安排的 這個簡短卻很複雜 這個巧遇一點都不是巧合 所以亞當斯他今年63歲 他早期的時候是做警官20年 然後去做紐約州的參議員 後來去年1月1號 正式的就任紐約市長 所以他是紐約市長 第二任的非洲裔 然後也是當然過去 是警官出身的 這樣子的一個政治人物 重點是在今年4月的時候 以及今年8月的時候 蔡英文跟賴清德 一樣過境紐約也待了一夜 亞當斯沒有去見他 紐約市長沒有見他 紐約州長也沒有見他 以前其實都可以 但今年這兩位 過境紐約的時候 同樣為民主黨的亞當斯 沒有去見蔡英文 也沒有去見賴清德 很清楚 這個是來自於華盛頓的 刻意的打壓 就避免你在過境的時候 見到就是同黨或者是高層 這個高層 如果你雖然說中央的官員 部長或者是議員 但還說得過去 結果他連地方的紐約市長 紐約州長 拜登政府都說不能見 這一次見到了 這一次是為什麼 因為昨天白天的時候 侯友宜去見了紐約警察局局長 兩個人相談甚歡 所以同樣有這樣一個警察 背景的亞當斯的市長 晚上就到法拉盛 法拉盛是紐約 就是華人協會 33週年慶 很多市議員都在 華裔的 所以他當然去支持 支持完了之後 同一個時間 在就是曼哈登 法拉盛是在克林斯 所以距離有一段距離 在曼哈登舉辦了 40桌的歡迎大會的 就是侯友宜 趕快在8點鐘 就往法拉盛 法拉盛這邊過去 兩個人就見到了 拍了這張照片 各位 我覺得這個是 一定從紐約市市長的 一個角度 他一定有跟美國國務院 有過簡單的報備 我要見侯友宜 或者是有人來希望我能跟他見個面 我能夠跟他巧遇一下 因為一定會拍照 一定會有宣傳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美國國務院一定是沒有阻止 也就是說認為說 你不要把他安排到 跑到這個辦公室來 你用巧遇的方式等等之類 都可以 你要知道這個外交的情勢 就表示說其實是很複雜的 這個安排絕對不是巧合 但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侯友宜在華盛頓的認知當中 他跟美國的這些重要官員的會面 雖然是複雜情況之下的會面 是可以安排的 但也不認為可能會引起北京這邊 會影響到中美關係的 怎麼樣的這種惡化 尤其是美國還是希望11月份的時候 這個習近平能夠到舊金山 來開這個A派的高峰會 所以這就代表著 就是美國支持侯友宜嗎 當然不是 也不要這麼誤會 他只是認知到 也許在特別國民黨的侯友宜 到美國來的時候 跟過去蔡英文跟賴幸德 這不一樣 這會顯示什麼東西 顯示在也的國民黨泛藍 在美中之間是可以平衡的 在美中之間是有自己的角色的 而民進黨這邊綠營這邊 是一味的完全的傾向於美國 而會引起北京這邊強烈的反彈 因為他比較傾向台獨 美國這邊當然也就避免爭議 就強烈的壓制 為什麼 這是我的小弟 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到 美國就不會去壓制亞當斯說 你不能見侯友宜 所以我覺得後續 我對於侯友宜的行程 還是有一些期待 其實川普 拜登都錯了 那個寫得非常有名的一本書 叫《晶片戰爭 米勒》 他也錯了 川普在2019年的5月15號 全面禁止華為 把華為跟相關的70家公司 全面禁止 然後拜登是在2020年的9月的時候 針對中芯國際的這些先進晶片 全面禁止 成熟晶片要取得美國商務部同意 才可以出貨 那個《晶片戰爭》的作者 克里斯米勒他就說 現在看起來他那個寫的書 當然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華為在2020年的下半年的時候 就已經大概被限制之後 從世界跟大陸的5G市場 高端的手機市場 開始節節敗退 這個克里斯米勒他就說 在去年 他就說其實大概中國也認命了 華為就變成一個 二流的科技公司了 二流的手機公司了 雖然它在5G的設備市場 還是領先的 這個看起來 到今年年初的氛圍 好像是這個樣子 美國的科技管制 出口管制有效 結果一個突圍 整個你不賣給我先進的 我用成熟的製程 我達到先進的效果 是差你一步兩步 但是這個效果 如果還加上衛星手機的話 你先來看看iPhone 15 以及Mate 60 Pro 兩個如果比較 不管系統 不管其他的原因 你要哪一個對不對 其實也不管價格 那人家開玩笑 iPhone 15最大的亮點 就是他沒有漲價 對不對 因此其實人才是科技之本 這句話 人才是科技之本 你禁止這些錯管制 人才會發展出來 走出來一條路 那也達到同樣的效果 而且超乎你想像的速度 也是人才是科技之本 對不對 所以一方面是使用的市場 一方面是真正的 這些研發的創新者 所以ASMO就說 美國不應該禁止華為 或者是中國的科技 因為你會促使中國的科技 會去積極的創新 然後回答的黃雷勳也說 他說其實你禁止的時候 反而讓我們沒有市場 沒有市場 沒有營收 沒有研發 影響到 你看現在華為跟iPhone15 是不是就這樣一個情況 對不對 因此我反而覺得 這些美國的眾議員說 要加大禁止 美國的商務部也說 要加大禁止 可是各位 我覺得 我的建議是 美國你要全面解禁 你要學當初 你面對日本的汽車 對你美國汽車挑戰的時候 的那個作為一樣 也就是說 其實你現在去禁止 它現在科技趕上你來 市場又把你給圍堵出去了 中國大陸的市場 跟過去是 美國是最重要的市場 現在是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市場 不管哪個東西都是如此 所以美國現在 如果你全面解禁的話 你的科技 你的授權 你的這些IP所使用的費用 你還是可以繼續 讓大家能夠去合作 否則再下去 你只是不斷的被移出 中國的市場 甚至更大的全球市場 大家來看一下這個 美國白宮發言人 這個尚皮耶 上面的英文字 這個真的才叫狗腿 巴結 80 is the new 40 80是新事實 因為有記得問他說 拜登總統今年已經80歲了 明年81 他如果選贏了明年的總統大選 2025年的1月他就職的時候 他82歲 他現在 他現在這個時間點 是歷史上美國年紀最大的總統 然後他如果贏了 82歲到86歲 現在他居然已經都會說 我在賓州大學教了四年書 對不對 我不知道他到82歲了 他也許會說 我在台灣大學也教過四年書 所以如果他能說了 這樣子的笑話的話 我還滿佩服他的 但是真的 他的健康狀況非常讓人質疑 當然就不要講 他的這個發言人 講他這個80是新事實 真的是美國人都看不下去 都已經拿他做標題 然後T恤都寫出來了 川普是77歲 但是川普的健康創作 看起來還好 所以我們最近跟美國人 互動的時候 在詢問這兩個人 大家第一個最擔心的問題 不是民主黨 共和黨 而是這兩個人的年齡 因為真的已經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最擔心的是 兩個人上來之後 對中國政策 對他自己本身這種 兩個政黨的敵 這個兩極化的敵對 只會更加強 這個美國會更成為一個 被撕裂的 分裂的兩極對抗社會 非常嚴重 當然現在你看他們的副手 也是一個大的問題 拜登還沒有完全宣布 是要由賀錦麗來接任 但賀錦麗上個禮拜 他就已經在 就是東協峰會的時候就說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隨時如果總統 不能認識的時候 我可以來擔任總統 他已經就這樣講了 我也真的是佩服他 所以各位 現在這個全世界 被這兩位老人來決定的 而且都知道他們有 非常嚴重的問題 美國你稍微想想辦法好不好 對不對 一個拜登現在的總統已經是 這個講話不斷的講錯話 他已經把他當作習以為常 一個川普現在被他的這個 法律的訴訟牽扯的對不對 然後他的所有的共和黨 越來越極端的反中 情緒化的這個反中 然後整個 實際上我們剛剛談到華為 跟iPhone的比較的時候 大家有了解 其實這個情勢的發展 不是如美國這些反中的 政治人物 所期待的這樣一個發展的方向 將來的政策如果持續的話 只會加速美國的就是說對落 然後加速美國跟這個世界的脫離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中歐班列的時候 你知道拜登上一次 在集團裡提出什麼東西嗎 叫做印度 中東 歐洲經濟走廊 他要做一個鐵路 我一直思考不了 因為印度到中東 中間要經過巴基斯坦跟伊朗 你怎麼到 所以他用船 然後再接從中東這邊 開鐵路到歐洲 這個叫做美國版的 就是一帶一路 這個圖 我就不知道這種 所謂的大餅它怎麼畫的 但是現在不斷的 美國的媒體 西方的媒體 還把它當作理所當然 沒有去做任何的檢討跟批判 就跟他們面對 拜登的年齡一樣 完全不知道怎麼去面對 怎麼去檢討 只好讓他的發言人說 80 is the new 40 80是新40 我們是幾十了 我們還沒長大 一個政治人物在當選之前 如果對於濫權的行為 不自我劫志 他當選之後 濫權就會有樣學樣 上行下校 整個系統就會腐敗 蔡英文就是給我們一個 活生生的例子 現在賴清德可能想要布他的後塵 他的老家的房子 百分之百是非法的 但台灣的制度裡面 非法的有一種是要強制拆除 一種是不必強制拆除 但是可以自行拆除 現在柯文哲的母親 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 但是賴清德還是賴皮在那邊 完全聞風不動 現在固定的是如此 活動的更是如此 你作為一個副總統 你怎麼可以為交通規則 停在公車站的 停的地方 而且你是去吃東西 他不是一個暫停上下人 還可以緊急 還可以解釋一下 你不是 然後被人家發現了以後 好像沒這回事 被批評沒這回事 這個叫什麼 就是當選之前開始在濫權 當選之後 我們就拿他沒辦法了 至於陳吉仲 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其實我是覺得 就在於黨的立場 請陳吉仲留著吧 你陳吉仲 你現在把他拔除的話 我們好像一下子找不到話題 就拜託拜託 賴副總統賴主席 你把陳吉仲留 讓你整個民進黨 都變成陳吉仲的縮影 可能台灣老百姓 要再苦個四年 蔡英文當然看到 所謂的新型的戰鬥步槍 XT-112 看起來功能不錯 我們給發展的相關單位 給予高度的肯定 蔡英文做一做秀 希望這一款 不要真的用在戰場上使用 如果有演習用不用就好了 黃素光提到了 他當然現在是位高權重 這個是蔡英文的重要的大將 他現在說這個新的潛艦 潛艦叫IDS 其實飛的叫IDF Sumerine就是IDS Indigenous Defense Sumerine 他說有了一個哨兵的裝置 那麼可能是魚壘 可能是其他東西 可以能夠阻止解放軍的軍艦 在戰略範圍裡面靠近台灣 這當然是個喜事 真的嗎 因為過去我們很多的武器 說個老半天 事實上都沒發揮那個效果 還有所謂的隱形斗篷裝置 那我們更開心 也就是說 這個潛水艇根本解放軍無法發現 太了不起了 不過我們的潛水艇 頂多只能在台東外海來使用 因為台灣海峽只有50公尺 你潛水艇在這邊 隨便漂都會被發現 美國的媒體 或者法國的媒體 不用太管他 他說美國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有嗎 有嗎 他說給烏克蘭 烏克蘭都能用嗎 他只給我們手榴彈 他只給我們手榴彈布雷戰車 這能幹嘛 你也拜託一下好不好 你現在不是剛剛賣給南韓 50億美元25架的F35 一架才2億美金 給南韓怎麼都打折優待 給我們的怎麼都還議價漲價 還不給 還不給 給他全部交貨 所以這怎麼叫做 加大對台灣的軍事援助 你是在騙什麼 對岸已經有殲20 我們現在連個F35 F16V都沒有交貨完成 搞不然法國媒體 怎麼還寫得出這種文章 對台軍售大陸說 制裁美國兩個軍火公司 我覺得那也是做做樣子的 因為他以前也不是沒制裁過 效果有限 山東艦本來就是經過宮古海峽 要向南航行 現在據說 是在鵝鑾比的東南海域出現的 剛好跟解放軍的軍機 跨過台灣海峽東線 由北往南飛 然後飛過巴士海峽 再會合演練 這個對我們當然是個警訊 表示他有能力包圍台灣島 所以剛剛大家都問說 真的假的 真的這麼厲害嗎 又有隱形斗篷 又有國造潛艦可以護衛台灣 甚至可以獵殺中共潛艦 將軍可以給我們答案 這種隱形斗篷 我以為在看哈利波特 我也是 我第一個反應是 先解釋一下 什麼叫隱形斗篷 可以讓你隱形 穿上去之後人就不見 看不到你 我知道全世界最先進的潛艇 也沒有這個技術 還是我們國王的新衣 不知道 如果有的話我真是恭喜了 我也高興 國王應該有這個 但是這個能不能獵殺人家的潛艦 老公的潛艦已經翻了五代了 宋元 這個 雞洛 再代 這個P 56 55 人家已經進步五代了 我們是第一代 第一代 當然你後面的可以吸納前面的科技 但我關心你的戰力好不好 第一個就要問你有沒有AIP Fuel Cell Fuel Cell就是潛艦可以不要浮起來充電 它在水下可以潛伏時間長一點 Fuel Cell的好處就是說 你要伏擊人家 要列上人家 你是不是要待那邊待很久 等到人家過來 你的速度也不會比人家快 你追得人家打不可能 你都差不多在敵人可能前進的路線趴在那邊等 所以這個事情就關鍵到AIP的技術有沒有 因為這個是以前潛艦的紅區 當年我在職的時候還在想跟德國買 203 205 209 就是有Fuel Cell的原因 不是核能潛艇 但柴油潛艦就必須要有這麼一個技術 才能夠出港待個兩三個禮拜 可以不要出來換氣 因為潛艦一出來換氣就被發現 被發現就被打 第二個說你要獵殺人家 你是不是要有主動跟被動的聲納 能夠抓得到人 你潛艦是瞎子 潛艦要靠很好的聲納 鎖定人家的位置才能打 第三個就是紅區裡面 大概這紅區我知道有把握一點 是美國可能Mark 48的那個魚類 這個性能還可以 但是你的對手是解放軍的潛艦 人家的魚類是不是比你更先進 因為海底作戰就是魚類 對不對 何況我們的潛艦又不能發射飛彈 老公的潛艦已經能夠發射潛射飛彈 這些問題到底是不是能夠 我希望他能夠克敵制勝 但是我剛剛講這三項的技術 為什麼不能公布 因為現在所有的武器在戰士連接上 你有什麼樣的設備都應該有 這個也沒有什麼好保密的 所以你要讓台灣老百姓對國防有信心的話 這個就應該可以講 你像我們董軍事能講 你這三樣東西不講 我怎麼知道你能不能成功的 獵殺人家的潛艦 還是被獵殺 這個問題 因為你沒有AIP 你潛伏不久 你的靜音效果不好 你被人家獵殺 你的身大比人家早期獲得敵情的話 你可以先擊越他 所以這些才是勝負的關鍵 所以潛艦第一次自己試做 我也不願意講得他這個不好 但是你要好的 要大大方方的公布出來 第三個 我看了這個圖片 蔡英文打那個槍 也不是主機槍 主機槍比較貴 比較性能好 他這個只是瞄準具裡面 設一個光學設備 比較容易瞄準 跟夜視的很像嗎 沒有 這個沒有夜視的 因為槍要增加威力 主機槍就是它有夜視 它有這個距離可以望遠鏡 然後它還有很好的 瞄準的十字線這些東西 甚至於還有雷射光點出去 標示了 那我就可以打到 那我看這個槍的外型 它不具有主機槍的功能 它只是讓你眼球 對我們傳統是從沾孔 看前面的準心 去把目標套進來 它這個光學可能就是說 補助你去瞄準的 最主要你要開槍的話 你就實實彈的實彈開一槍 你又怕蔡英文肩部受傷 就是扣一下扳機 扣一下扳機 沒有打槍 他只是扣一下扳機 旁邊的馬屁的還說好準 我的天 這個 你要做國軍的宣傳 也不能做了這麼D class 就是說女兵都趕 我記得以前我們讀書說 女同學都趕到三張力 把場打槍對不對 那蔡英文 你怎麼 三軍統帥 統帥 教授 我這幾個消息 我稍微分析一下裡面的內部 首先賴清德之所以不離不踩 他我跟你講他是為福出巡 深入民間去吃豆漿 結果弄巧成拙 你知道嗎 他的安全人員 他不能夠在辦公室買一瓶豆漿嗎 連我有的時候 我的助理都還給我買個豆漿 對不對 賴清德沒有這種本領 他原來以為自己很受歡迎 然後想要那種Baby kissing 跟大家揮舞招手 就變成人家臭馬力頓 馬力頓以後實在是拉不下臉來 結果不曉得該怎麼回應 就是足以說明這個人的得不配位 他要選總統 他自己沒有辦法評估自己的感覺 你知道 他應該到回到他自己 談在那邊的話 偶爾微福出巡 可能喝個豆漿 就沒有這麼慘 他現在的情況 就是遇到這個 剛剛我同意我們委員講的 那個陳吉仲 絕對不能夠換掉他了 因為有他在的時候 幾乎是每天 我們的保重大隊 對 區位區文 各方面來講話 我們基本上 要不然我們名嘴沒東西 對象 沒分析 對不對 一個超市我們都講不完 越挖越多 越挖越多 另外我要強調 那個蔡英文拿槍的事情 因為這個國防部 剛發表的報告書 裡面的內容 講得非常多 就是要全民皆兵 對不對 不但是自願意義 義務意什麼的 搞不好女性都要當兵 男女老幼都要當兵 在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蔡英文本身做這種動作 我雖然是教哲學的 但是我基本上拿過槍 這根本就是很外行的樣子 一旦未發就說好準 那個就是拍馬屁 對不對 因為實際上的話 誰都知道馬屁拍多了 就會升官 你不拍馬屁 可能就升不到你頭上 所以這裡頭的話 蔡英文本身做這種事情 跟他自己發勳章 那個奧布萊恩是一樣的 他說過什麼話 那個奧布萊恩講說 台灣家家戶戶要放AK-47 現在好了 再加上一個瞄準器 放在家裡以後 你嫌台灣不夠亂 那就這樣子搞 另外的話 我覺得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就是說 你講到我們台灣的武器 多先進多進步 這些東西講起來 自己講沒有用 還要殲滅這個 用什麼斗篷 用什麼隱形 用什麼的 講這些都沒有用了 就是說你要有國際公信力 或是說戰士年建 或是說最主要 講你這些科技 你的突破是怎麼來的 你又能夠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你本身講話要負責 你是軍方人士 這個軍方人士 我們有將軍在座 你軍方人士 你的職責是大家的生計 大家的生命 你這個講話不能夠亂講 你說因為亂講 就可以升官的話 你就很不道德你知道嗎 而且我從來沒有聽過 剛剛我一開始聽了嚇了一跳 什麼時候變得 軍事科技這麼強 後來一聽 連將軍都沒有聽過 我覺得這是問題在講 將軍孤陋寡文 將軍孤陋寡文的話 難道這個姓黃的 他到底是一憑什麼 這麼有學問 我們當年講話沒那麼誇張 一下以前設個飛彈叫無限高 對 無限高 我以為可以打到火星上去 打到火星上去 因為你這個 這叫做宣傳語言 你把做學問的事情 留給我們教授就行了 這個都是寫文學科幻小說 他不是高超音速 他只要講無限高 警告馬來西亞說 使用華為的設備 會有國安的危險 對啊 因為最大國安危險就是美國 因為美國從此也不能夠偷窺 不能夠偷聽 不能夠竊盜北國的機密 因為他用了華為 他無法進去 馬來西亞如果用了愛立信 Nokia 那就是美國國家安全局 隨時會知道馬來西亞首相 安法在講什麼電話 就像梅克爾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作節的反作節 這個沒辦法 中國從1840年鴉片戰爭 到今年剛好就是183年 所以很多的中國人心上 對這一段恥路的歷史裡面 刻骨銘心 你不管提到所謂的毛衛也好 或者黃令儀也好 事實上有很多人 比如說陳學生等等 那麼放棄美國的高薪 還在CIA的追殺底下 回到了中國 就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 各方面都強大的國家 這一點這麼多的科學家 這麼的企業家 為祖國放棄的 所以所有的 中國的政治人物要銘記在心 不要動不動 要被中紀委抓去訓話 這一點要記住 封殺華為一定是美國 不間斷的一個壓力 因為具有高度象徵性 美國會把它當作一場戰爭來處理 所以華為要謹慎 而且努力 華為的輪子董是講對了 國產晶片 即使不是世界頂級的 但是能來要繼續用 因為你用就有市場 有市場他就有收入 有收入他就有研發的能力 然後他會去開發各種設備 不要說每一次光科技 大陸上博士你們寫了100篇 消關路人寫了幾千篇 沒有機會做做看 做就要花很多錢 花很多錢收入來自哪裡 就是大陸的製造廠要用 大陸製造廠要用的時候 大陸晶片就要用 所以這個方向對 不要像以前 紫光集團這樣搞法 現在這個華為的路線是正確的 所以有這麼多的人 在為這件事情努力 我相信艾斯摩爾的執行長 預言會成真 他說五年以後 這個會自己出現 中國自己製造的晶片 高端的一個晶片 結果他預測錯了 不是五年 是三年 出來當然還不是頂級的 但至少算是頂高級的 一個產品之一 而且在衛星通信方面 衛星通信如果單純的使用 北斗衛星做訊息的這種 簡訊傳遞 沒什麼了不起 他的天通衛星可以直接通話 而且通話更經典的是 他能夠做出隱藏的天線 藏在飽飽的手機裡面 這個不可否認 是一個工藝上 技術上 製造上的一個很大的突破 雖然可能還有一些缺點 有人認為就是說 通話品質不過好 沒有關係 第一代通話品質不夠好的話 第二代就會更好 這一點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現在華為在9月25號說 要有一個比較盛大的 產品發表會 不知道是有其他 還未公佈的產品 還是說就他的手機 有新的功能 還沒有公佈開來 我們大家都拭目以待 為什麼現在華為會變成熱潮 當然是因為美國過度的打壓 引起人心不平 你看看歐洲國家媒體 有沒有像美國這樣氣氛填膩 沒有 沒有人支持說 美國要進一步對華為進行制裁 都不吭聲 不想得罪美國 但也認為這是一個公道自在的人心 中國更是5000年來的齒路 好像一下子都奔發出來 沒有5000年好不好 你不要把唐朝漢朝 當作齒路時代 對不起 183年 183年的齒路 一下子奔發開來 所以當然華為無形中 就變成一個民主的象徵 但是這樣不夠 還要積極努力 因為其實本來是民生消費品 蘋果對華為 就是因為有了中美對抗的介入 才讓現在到底市場 可以到哪裡 變成國仇家恨 甚至到底華為 有沒有辦法在其他77個國家 美國市場的封鎖底下 走出去國際市場 我覺得機會非常大 但是我現在要跟大家強調 華為這次在29號發表了 MAT60 Pro以後 固然大家都很受激勵 但這個我一再強調 這是一個剛開始 為什麼 因為畢竟 這個大家要知道 這個華為本身 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 大家心裡要了解 這個是我一直很期待 就是等到水落石出 一些大事底定的時候 應該有人把華為的奮鬥歷史 拍成一個電影 你們知道華為為什麼叫華為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中華有為 就是說這個 因為這邊講了個故事 講的二次大戰 美國記者攔置於一個人 他只有16歲 他要帶著槍赴戰場 他講說你這麼年輕 為什麼膽子不怕 他說因為我爸爸媽媽 都已經被日本人打死了 所以說我本身的話 要去報仇 然後那個美國記者 就很自然的為他講說 那你戰爭結束 要回來做什麼 他笑著對那個記者講說 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 那個記者就哭了 慷慨復應 現在講到這個 我每次看到這個故事 我都覺得很激動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裡面最主要講的 就是說一個國家的士氣 我不曉得別的國家怎麼樣 據說印度本身的話 他們很分散 但是中國本身來講 他非常非常注意到自己的感覺 就是1840年開始的紀錄 這個不是我們講的 是新加坡的一個印度裔的一個外交官 叫馬凱碩 他說所有的中國人 只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話 都會記得從1840年開始 中國遭遇到了一段 極大極大的羞辱 命運非常悲慘 所以說目前為止 華為本身做的事情 他只有一點 就是讓中華有為 中華有為的主要目的 不是跟美國競爭 大家要搞清楚 中華有為的目的是 一方面對外要推廣世界和平 以何為貴 對內要改進人民的生活 所以你剛剛問到我說 什麼77國這些事情 只要不受美國的影響 大家買不買5G 就完全是個成本的考量 讓經濟說話好不好 你不要用這種政治 用這種霸權 用這種威權 你要用這種多餘的想法 來考慮經濟上的影響的話 你只能夠激發越來越多的人 能夠一起共同的建設 讓中華有為 他其實也說句良心話 我們都很驚訝 我們也很激動 因為我覺得要躲避美國的制裁 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台灣有這種勇氣嗎 台灣有這種肚量 台灣有這種膽量嗎 沒有辦法做到 為什麼 因為華為確實是向死而生這句話 什麼晚週講的話 對不對 那個認真飛本來帶著大家 要考慮去養豬去了 華為芯片沒辦法做了 對不對 好了 經過了1570天以後 現在出現的結果 是產生這樣的感覺 大家是基於受到激勵的故事 希望他能夠更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 就像維緣剛剛講的一樣 他在發表的時候 有什麼新的機型 而且不要忘了 地球會繼續轉 日子會繼續過 每一天每一天的發展 華為本身在這種情況下 華為是世界上少有拿出四分之一的利潤 來從事於科研的 對不對 像這樣子的公司的話 他本身有一些新的產品 有些好東西出來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沒有人不高興 對不對 他能夠為大家能夠謀福利 能夠創造這種溝通的技巧 各方面 無人駕駛 5G的技術 這種發展都非常好 只有美國不高興 美國就是說極其傲慢的認為說 只有美國可以領先 其他人都不能領先 不能夠領先 對不對 華為現在的話 口號變成遙遙領先 這有道理的 的確 像這個禮拜 蘋果星期一發表會上面 大家很多人熬夜去看 它到底有沒有什麼新的功能 結果後來股價小跌了一些 現在9月25號為什麼被關注 是星期發表會是有全面拆解 它系列的產品 到底有哪些新的功能 就可以大家攤在陽光下來做比較 華為了不起是什麼 它有一句話 點出了華為成功的因素 我要存的不是美元 我存的是科技的人才 你知道嗎 他手下全世界搜羅天才的物理學家 化學家 數學家 電機學家 將近1萬個人 你要從零起步 趕上這個美國跟歐洲國家的 高科技的晶片技術 他是走得很辛苦 今天被你搞了三年 總算弄出個東西來 跟你5G是可以評比 當然少數的晶片 他性能比不過人家 但是他用了很多什麼重疊 融合的手段 讓這個光速傳播的速度 不亞於你5G 所以這個換句話 是一個彎道超頻 不能說超車 但是這個已經帶給西方國家 很大一個壓力 因為華為在指之前 他的手機已經是很先進 而且他的基地台 也在英國都很多 澳洲都很多 不只是人的手機 他譬如農耕機 撒農藥 各種的服務工作 他都很齊 所以他美國能夠在機器擋他 但是你沒有辦法 在非洲 南美 很多國家擋他 因為人家要靠這個手機 除了是打電話以外 他很多自動化的東西 他要靠他 現在連汽車的自動化駕駛也要靠他 所以華為是在艱苦環境下 自己找出入找得很兇 他發展的是華為的農業 華為的工業 華為的AI 華為的汽車 華為的手機 他是多方向尋求突破 他差一點破產 他是這麼撐過來 撐過來憑什麼 憑這個認證非的一個觀念 他說我不是純美金 真的 我去偷研 沒有這麼多研發人才哪有這種突破 但是這個突破是第一步 往後突破就越來越快 因為你靠近的這個 像那個另外一個總經理講的 我吃藥的金片我也要用 你不用永遠不會進步 這個關鍵是對的 被一個長期打壓封鎖的 你放手不做只買的話 你只有依賴對方 你自己做了才知道缺點在哪裡 我下一步該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下一批的突破 會比這個更先進的 而且他現在弄一個很大的特色 衛星電話 我們一般老百姓用不到衛星電話 天災人禍航海作戰都要靠他 地球上很多地方是沒有基地台的 沒有網路的 對不對 那你現在漁船 你現在還要買一個大的衛星電話 對不對 他求救也是他 天災人禍的時候 第一個要知道狀況 打仗第一個要知道狀況 衛星船地是最快 最安全 各位不要忘了 大陸還有量子通信 那個是你沒有辦法破密的 比光纖還要更加嚴密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他的發展前途不可限量 全球暖化使得北冰洋航行成為可能 也使得西伯利亞的開發成為可行 對於西伯利亞來講 俄羅斯一 人口不足 二 投資不足 三 也的確是歐洲問題很複雜 浪費了他很多的精力 體力跟金錢 所以對於西伯利亞開發是 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果有了中國的協助或參與 西伯利亞成為一個遠東的新樂圖 這是可以預料得到的 雖然香港媒體很樂觀的說 可以把海參威變成另外一個香港 如果海參威能夠在東北亞 發揮經濟功能 當然是全世界樂觀其成的事 可是現在因為戰略地緣政治的風雲 變化 旁邊有個北韓 又來個日本可能是 俄羅斯要在那邊發展或中國發展 可能還是會有相當大的困難 但是把俄羅斯變成 中國內部的一個內陸港 已經開始在進行 所以前段時間消息很多 的確如果中國可以投資俄羅斯 不會那麼小氣 只有那麼一點點三億美金 理由很簡單 因為俄羅斯以前害怕中國 怕以後西伯利亞變成中國人新的領土 所以對中國人口的膨脹限制很嚴格 可是現在被美國打壓沒辦法了 把外貝加俄地區 種植中國的農業區 可是那個地方 還是不如西伯利亞 靠近海參威的部分 來得有經濟功能 應該很快的俄羅斯就會轉向了 因為連這次金正恩跑去 跟普丁見面說 西伯利亞開發 我要餐一家 所以你就知道他要餐一家 這次的聯大是韓正出席 因為聯大今年沒有什麼特別要談的話 象徵性也就可以了 至於李尚福去哪裡 在沒有正式發表之前 他目前還是中共中央委員 國務院的國務委員 軍委會的委員位高權重 在大陸是屬於副國級的人物 所以他洞見觀瞻 如果是真的有問題 遊安必查 遊虎必查也可以看到 習近平的決心很強 因為這是他的人 是不是自己人都強 完全是自己人 所以表示不管自己人 或不是自己人都一樣 這對照一下 美國拜登總統跟他兒子的貪腐案 在美國國會裡面 還在繞個老半天出不來 沒有司法官敢去動這個問題 至於川普的問題更大 好像也是吵一吵而已 所以美國開始有這種 行不上大夫這種慣例 也不斷的建立起來 相對於在中國在這方面 如果能夠使軍隊更乾淨 這絕對是一個好的方向 一個貪污的軍隊是無法打仗的 全世界包括中國歷史上 都是如此 至於到底是什麼原因 其實我們在這邊多做揣測 沒有意義 像這個秦剛我們拆個老半天 現在他的國務委的位置還在 所以可能要等待的時間 大陸在這方面可能也有必要 稍微透明化一點 這個東西沒有需要特別神神秘密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你一上台 第一個開刀的就是軍方 你記得吧 徐才厚 徐才厚 家裡面收出來的財富 不知道多少 而且一箱一箱的獻款 上面還有某某將軍送 某某將軍送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叫結構性的貪污 那個時候要升遷 要佔高官都要送禮 你要不送你就被捉落 所以這個就變成說 好的人沒辦法活下去 所以習近平開刀 第一個是這個 好 他發現軍隊有這個問題 大家也說他是排除異己什麼東西 現在理財福這些為奉和 都是你自己提拔的人 為什麼也就是因為結構性 因為火箭軍是 大陸最高科技的武器部隊 因為飛彈 各種各樣的彈道 飛機 火箭軍是一個很尖端的部隊 尖端部隊是一定大量的資金衝進去 你不管什麼手段採購 公開採購 避密採購 都容許你去做 這裡面就容易產生弊端 所以上一次火箭軍的政委 跟他的司令被拔捉的時候 我就心裡想 李灘福 你跑不掉 因為這個東西 犯罪的人兩種被抓了以後的心態 一種我到處攀咬 所有大官都跟我有關係 看你慢慢辦 一種我一句話不講 那些跟我共犯結構的人要照顧我後代 給我一條後路 這是中國自古以來 這個貪污犯的一個 但是魏豐河跑不掉是什麼 他當初就是火箭軍採購部的部長 裝備部的部長 你看今天被起訴的 包含他這個 除了這個政委跟司令以外 中國兵器工業集團 中國兵役裝備集團 航天科工集團 航空集團 那這些東西都是火箭軍裡面的對口單位 你的科技發展跟你的材料 可能從那邊來 如果這些人都被牽連的話 李尚富很難跑得掉 因為就算你不拿錢 你也有失察的責任 所以這個李尚富我看是下台是下定了 但是也展示了習近平 以前人家批評他是排除異局 這些人都是你 你有沒有發現最近這五年以來 很多將領西北軍集團軍司令 幹不了幾天拿掉 中央的拿掉 因為什麼 就是因為當年這個結構性的貪污 很多人牽涉在內 不管你是好人壞人 你在壞人集團裡面 你不貪你就活不下去 所以這種是1000年 順藤摸瓜會很多 但是這也是個好事 你讓這個東西 讓他繼續蔓延下去 這個部隊不能打 李尚富消息的披露 是英國的金融時報 我今天把這個消息全部看了一遍 所以說基本上首先第一個 他是在接受調查 所以導致停職 這個消息目前為止 連美國人都講說我相信 他不會說我知道 因為大家實際上對這裡面 詳細情況並不非常清楚 不過有一點我是值得 我們在這邊所貼的就是說 習近平的打貪反腐 從2012年上來到現在 11年當中不敢鬆懈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他充分的了解到 這個國家的命脈 這個貪腐問題會把國家搞垮 不但是軍隊 就是說是行政文官也都是一樣 不過我這一節當中 最重要的消息 我覺得布林肯透露出一個 強烈的訊息 他說冷戰結束了 但是他沒有講得很清楚 這個冷戰結束 是為了換熱戰 這個他沒有說得很清楚 不過我覺得 照他的語意上的意思 他確確實實是說 我們非得跟 在中俄聯手的情況下 要對一對 這個對的話 我覺得這件消息 對我們有非常大的影響 因為中俄朝 以及美日韓 這兩者之間的對立的關係 極有可能是 布林肯一有所指的地方 那麼我們當然 我覺得台海之間的危機 大家心裡都心知肚明 否則國防部也不會出這樣子 要大家準備打巷戰 尤其在台北打巷戰 尤其是強調眾生不足的情況下 也要準備戰爭 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要特別小心